民众买房的时候 常常会把周边的生活机能当成重要考量 而近时像一些大型的连锁企业 麦当劳 全联 宝雅 甚至是虾皮无人商店的选址 也常常被拿来当成购物的指标 主要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在选址的时候 都会综合评估 像是人口密度 消费潜力 交通等等 也正好跟大家选物件时看的条件不谋而合 前品上市的连锁速食业者一大早就挤满不少人潮 截至目前全台麦当劳数量已经突破400家 稳坐全台连锁速食龙头宝座 而他所进驻或者即将进驻的区域 常常被不少民众当成卖房的参考指标之一 所以看看附近的符合商圈周边10年内的电梯大楼 已经来到单平80万元起跳 10到20年也要约7字头 当然不止永和像是台北大安区 新北板桥区 桃园市 桃园区 卖到的密度也是最高 其实连锁店在评估大概两个标准 一个是成熟商圈 它有固定的一些消费的人口 或者是比较强的消费需求 那另外一种这几年比较新兴的一些模式 就是前进还在发展中的红化区 那它会去卡位一些精华区的一些土地 毕竟这些连锁店在选址时 往往都会综合考量许多因素 像是人口密度 消费潜力等等 正好与购物族在挑选物件时 看的条件不谋而合 所以像是全联宝牙等大型企业 或是虾皮无人商店的选址 都具有指标性 开车不要太远 停车要方便 因为如果去卖场应该都会买蛮多的 对啊 所以会希望停车可以方便一点 年轻人他只要有超商或者那个大卖场 他开车去就好了 老人家会比较喜欢逛那个像市场类的 随着消费购物习惯改变 住宅周边的指标品牌业者也不断更替 毕竟买房不是件小事 购物时都可以多方参考比较 评估交通商圈发展生活机能等等面向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居住环境 记者傅宜文城部城台北策谋斗